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就是统一战线的文化渊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这些制度是统一战线的政治渊源 统一战线是全党的工作方式 它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 建设 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 并在党的几代领导集体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这就是我们统一战线的历史渊源 2015年5月首次颁发的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式行 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步党内法规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什么是统一战线呢 其实统一战线的本质就是做人的工作 通过凝聚人心 汇聚力量 正确处理好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 通过发扬民主 求同存益 尽可能找到最大公约数 那统一战线的工作对象是哪些人呢 主管统一战线的党委部门就是统战部 统战部作为党外人士之家 主要工作就是广交深交党外的朋友 尤其是其中的代表人士 重点包括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 党外知识分子 少数民族及宗教界人士 非公经济及新阶层人士 留学人员 华侨 归侨及侨卷 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及其在大陆的亲属 以及其他需要联系和团结的人员 让我们再来看看究竟应该怎么样来开展统战工作呢 统一战线的工作中最重要的就是 做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工作 要发挥好他们参政议政 民主监督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的作用 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也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 尤其要做好新经济组织 新社会组织中的知识分子 留学归国人员和新媒体代表人士的工作 弘扬民族前进 国家富强的正能量 统一战线工作要向商会组织有效覆盖 要充分发挥工商链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尤其要关心非公经济人士的年轻一代的思想和困难 引导他们爱国 敬业 创新 守法 诚信 贡献 民族宗教工作是全局性工作 要助尽各民族和睦相处 保障宗教信仰自由 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 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港澳对台和侨务工作 关键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促进海内外同胞的关系和谐 统战工作的还有一个重点 是党外代表人士的发现 培养 使用及管理工作 重点是科学使用 发挥作用 努力造就一支思想坚定 具有较强参政议政能力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 条例颁布以后 全党各级干部要把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地位 在思想上真正确立起来 以成相待 以理相交 真正赢得党外人士的尊重和认同 最大限度的凝聚共识 凝聚人心 凝聚智慧 凝聚力量 共同实现中国梦